大家好,我是叶盈飞 今天讲香港乐坛最有潜失的新晋女歌手 闫明熙 闫明熙是她的艺名 闫明熙在14岁的时候 家人觉得她的原名是王嘉恩普通 所以通过音乐学校 请了一位改名的师傅 替她改了一个艺名叫闫明熙 当时老师说 这个名字很独特 从此就成为了她日后出道的名字 原来改名的师傅说 她五行欠火 所以用严字造星 严字有两把火 增强她的运程 另外闫明熙在《星梦传》其中 表演扎实的唱功 独特的舞台感染力 征服了一众导师评审 和观众的眼睛 还有不少香港乐坛的前辈都说 闫明熙表现很出色 是难得的人才 其中有歌坛前辈 谭永伦说 知词虽然年纪轻轻 刚刚满十六岁 但是她的抗压能力很强 有能力去镇住这个舞台 另外莫文慧又说 闫明熙唱得非常好 很专业 她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但闫明熙已经很有自信 很有胆色 和不怯场 不愧是新世代 还有张学友说 闫明熙很特别 做事用心 我觉得她很有机会取胜 结果闫明熙得到星梦冠军 没有令这帮恶坛前辈失望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